唯有爱 魏丰 2009年10月6日凌晨三点 美国硅谷一个与普通人家无异的寓所里 电话铃声骤然响起 黄美云睡得迷迷糊糊 伸手拿起桌头的电话 喂 您是哪位 对方稍稍迟疑了一下 表示希望与她的丈夫直接通话 对不起先生 她转头看了看身边酣睡的丈夫 不无抱歉地说 她睡着了 不能接您的电话 她知道 自从丈夫患上老年痴呆症以后 一切都改变了 尤其是她的睡眠质量大大的下降 每次等她好不容易睡着后 她都像看护孩子一样 一刻不离地守护在她的身边 以免她受到外面的惊扰 太太 我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秘书 电话那端 语气似乎有些急切 自爆了家门 我是正式通知您的丈夫 她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奖 啊 黄美云吃惊地差点喊出来 继而半天说不出话 放下电话 她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她觉得应该第一时间 把这件大事告诉她 她轻轻地把它从睡梦中唤醒 诺贝尔奖 你知道吗 她眼中含着惊喜 嗯 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奖 得诺贝尔奖 是一位科学家 一生最高的荣誉 她望着他平静地说道 给你的 她说 啊 这次轮到她的惊讶了 天亮后 寓所门外 早已等候着各路的记者 如果不是记者们 问她获奖后是什么感受 她似乎已经忘记了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忘记了 获奖 这回事 在她简短地表达了自己获奖的感受后 她对身边的记者说 我现在最大的喜好 是散步 打网球 还有 这时 她像个一贯馋嘴的孩子一样 憨态可居地说 还有就是 我现在特别喜欢品尝 美云做的美食 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 因为获得诺贝尔奖 她和她平静地生活 彻底被来访的记者打破了 甚至面对朋友 记者 同行 甚至正要的贺词 语言 智欢 不识诗意的她 对每一个人说 我现在不太好 讲话 很难 获了 她总是 不忘竭力地道出 心里的一句话 她很好 大家都知道 准确地说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她 就是 黄美云 大半辈子 致力于研究光纤技术 被世人 成为光纤之父 获得2009年 诺贝尔物理奖的 科学家高坤 对于过去的成果 几乎往他一干 而尽 许多事情 都可能成为 过眼的烟云 但唯有 和妻子 半个世纪以来 相濡以沫的感情 无法 从他的记忆中 无法尽 无法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